國際駐權烏克蘭蘇貞昌很有感 但這個問題他有點難回答 立場態度關係說著說著 卻變成申請程序問題 蘇貞昌並未正面表態 只是邀請澤倫斯基視訊談話 內容要談什麼很敏感 當我們對他們釋出這麼大的善意的時候 更希望澤倫斯基跟他們的烏克蘭的同胞們 都知道說真的不要再去出售一個 將來有助於另外一個大國 來侵略鄰國的這樣一個機會 延伸到台海危機 這個時機點來進行對話 旅營立委炮轟太有目的性 但無論台灣要不要邀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自力自強 目前已經在歐洲議會 英國 美加 德國 以色列 進行過視訊談話 接下來還有日本跟北約峰會場次 還有南韓也正在跑流程中 從歐美到亞洲積極展開救國演說 而在國際動盪時局 總統蔡英文更是破天荒 史上第一次跟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從台日經貿聊到無二之爭 蔡總統跟安倍晉三互相釋出善意 畢竟戰爭一旦開打 原水救不了近火 保持友好關係 避免孤立無援 TVBS新聞綜合報導